粉了 所以會撞水撞粉 就是這意思 裡面再一點點顏色 出來的東西呢 就是有粉有色 以前的人呢 古人呢 我們中國的原始的畫畫呢 原始的畫畫裡面呢 很單純的 我用一個比較這個的好了 以前我們畫畫很簡單 如果要畫某單畫什麼 就是這樣一筆進去了 它是什麼顏色就是什麼顏色 還是泡的不夠 試什麼如果我畫一個花朵 就進去了 但是呢 琳南呢一定要有粉 它的粉的好處是什麼呢 讓它隱隱約約 所以兩個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琳南畫派呢 是在有粉以後 我們全部都有粉了 然後加色 再在這個地方 再把它弄上去 這中間有層次 有明暗了 如果你用這個一層一層上去的話 沒有層次 沒有明暗 OK 這個是一個大的改革 所以琳南畫派 在後來呢 變成獨領風騷呢 尤其在這個花草 蟲魚方面 它能夠獨領風騷 因為它有變化 因為它有明暗 那麼以前我們中國的畫畫 你看明朝宋朝的 它都是一筆一筆一筆 就沒有明暗 沒有它的這個 中間空白的地方 層次的地方 沒有OK 所以琳南畫派的幾個特色 就是它有水、色、粉 帶在裡面 我們需要水 水裡面有粉 粉裡面有色 所以各種不同顏色 所以